记者吴仁杰新北报道 一对双胞胎国中姊妹进来课业表现退步 老师关心后 姊妹鼓起勇气 泪崩控诉 从国小五年级起就遭继父猥亵 以手指性侵 但继父盗案后否认性侵 便称是关心他们 概念被食物处下体 甚至狭掰碰触他们是西方礼仪 警方说 这周才通知45岁江贤盗案 但他否认为泻 性侵二名妓女 认为是妓女青春期发育后 不喜欢大人碰触 不然 以前都是他在报的 认为二名女儿被校方胡乱引导 才指控他犯案 警方调查 双胞胎姊妹的父母约十年前离异 约三年前 母亲结识将性继父 两人交往不久就结婚 一家四口同住一个屋檐下 江南发现双胞胎姊妹年幼可期 常在太太上班或双胞胎姊妹入睡时 扶摸女童胸部下体 竟十岁之位 以手指侵害这对姊妹花 姊妹俩原本以为是继父不小心碰触到他们 但多次下来 姊妹上课听到老师宣导要保护自己身体 才意识到继父是在猥亵 侵害他们 但姊妹俩为了不让母亲担心 不破坏家庭和谐 只好隐忍 姊妹花生上国中后 月经来了 健康教育课也教导男女性行为 担心在遭受继父性侵会怀孕 于是鼓起勇气 向导师气宿继父恶行 老师认为 经父性亲姊妹实在太恶劣 忧心影响心理发展 带姊妹花去报警 一并通报校安中心 家暴记性侵害防治中心介入 姊妹花的母亲得知后 伤心欲绝 怒问枕边人为何下得了手 但姜贤变称 只是不小心误触女儿下体 身体 姊妹花指正利利 警方依防害性自主罪 闲寒宋法办 须追狼父犯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